字幕組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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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我是PORCE教練 歡迎來到我們的 UV武裝訓練室 想要重新難 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身材 今天教練特別的呢 來設計了一個十分鐘的訓練課表 針對我們的下肢 跟我們的股部核心做強化 一週練三天就能打造環境身材 準備好跟我們一起運動了嗎 影片的最後還會有我們的QA選舉 記得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那我們今天十分鐘的訓練課表當中 我們已經準備了十個組的動作要來完成 那在這個十個組的動作當中 我們會分為所謂的操作跟休息組 操作組的時間我們是30秒鐘的時間 休息組的時間也是30秒鐘的時間 循環四組 那記得每次訓練的過程當中 要確實的去完成你的動作標準之外 還有要確實的做好熱身 另外就是循序漸進 一開始的時候我們會是30秒的時間 但是可以隨著你訓練的強度慢慢提升 變成40秒鐘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好 那準備好你的毛巾跟水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我們要準備來進行第一項的動作是 Cross Launch 交叉風箭步 一開始的時候呢 將你的雙腳打開圓盡頭髮 然後在動作開始的時候呢 將你的桌腳或右腳往後踩到5點鐘或7點鐘的方向 然後呢 將你的臀部往後坐下去 坐到大腿已經地面的位置 這個動作的重點呢 就是你的大腿膝蓋 大腿要被你的腳尖盡量往直在同一個方向 並且呢 你的身體要打直或脫背 眼鏡要平視前方 好 現在是30秒的休息時間 稍微活動一下 我們會操作無論兩組 那你可以選擇右腳連續操作 一組30秒再換左腳 你也可以是左腳連續交換 然後反覆兩組 好 準備了我們的第二組 記得動作的過程當中 能保持你的呼吸自然的表面切囉 那你的手衣可以參考我的方式 左右擺地 也可以是雙手插腰的方式 只要能夠讓你身體保持你的肌肉可以 記得你屁股往後坐 盡量讓你的大腿可以平行地面 這個動作可以訓練到你的臀部和大肌 也可以強化你的下肢 褲子褲還有大腿後側肌褲 如果你的體力還不錯 肌力還可以的話 你可以多做直下肌肉 好 稍微活動休息30秒 我們的第二個小步的動作是 Squad加踏冰動作 但是我們的動作呢 只要蹲半蹲 再上來一點點 你穩上4分之1的深蹲的高度就可以 然後呢 請你的腳尖由前到後 再由外到內 左右腳呢 我們輪流交替 在動作的過程當中呢 儘量保持你的身體穩定 不要讓你身體有上下的起伏 那並且呢 將你的曲感保持在 蹲你的位置不要合背 那開合的跟內外的這個動作呢 你可以儘量的向外移伸出去 現在靠你的腹部維持穩定哦 好 那待會呢 我們可以操作另外一隻腳 或者是你右腳做椅子 左腳做椅子 那Tuck 等點呢 你可以是像我一樣 前後或者是內外的方式 也可以是斜線對腳線的方式 都可以 基本上呢 不要破壞你另外一隻腳的平衡就可以 好 待會我們可以換另外一隻腳來操作 好 維持你的身體平衡是很重要的哦 在踏點的時候呢 不要讓你的身體有上下起伏 太明顯 好 並且呢 要適當的保持你的呼吸的節奏 這動作的要是可以強化到你的下肢肌群 以及你的軀幹核心的穩定 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會進行我們第三個效果是我們的橋式 我們會躺下來 那在待會的動作呢 我們會先示範單腳 那一般來說 你可以單腳做完30秒之後 再換另外一個腳做30秒 好 來囉 另外一隻腳懸空的這隻腳 你可以把你的腳尖往下壓 適當把你的臀部往上推 好 我們現在要做一個換腳位置 那在動作的過程當中 一樣呢 你可以有無限的節奏進來 一定是要做得非常快速 動作標準最重要 好 記得臀部上來的速度要稀緩一點 不能夠直接馬上去掉下來 好 接下來我們要做我們的第四個動作 就是腹部核心的訓練 這個動作叫做死蟲式 對吧 待會我們會一樣是仰臥的姿勢 然後將我們的手跟腳懸空 好 記得在動作過程當中是一次次改變 一隻手跟一隻腳 你的右手跟左腳互相延伸出去 收回來 再把另外一隻腳跟另外一隻手 記得另外一邊回來以後才可以換一邊喔 不要兩邊同手跟腳喔 在動作過程呢盡可能把你的腹部往內壓縮 有點像是縮小腹的感覺喔 好 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大概會再操作一次 然後記得在動作等操作過程當中呢 盡量把你的手拳腳發到最遠的距離 效果才是最好 喔 多兩邊都是一只手跟手一拳腳 出來聲音 這時是在動作過程當中就有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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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der 快點 我們膝蓋合起來大概就到90度的位置就可以了喔 記得要保持一個腹部往內壓縮 不要讓你的腰空掉 最後一個動作我們要做的也是腹部核心的動作 我們要做一個Nippo的動作 這個動作會用到我們的大腿 我們上外延伸45度 那一樣我們是左腳連續招聘的方式 在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會先將我們的肩膀離開地板 大概一個全頭高的高屏 然後從膝關節90度的位置出發 你可以每一次換腳的過程當中搭配你的呼吸 每一次突進的時候盡量將腹部往內壓縮 伸直的那一隻腳 腳尖可以盡量往上點 好 休息30秒可以加點雙腳放下來 然後上半身躺低 讓我們股部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躺在1-30秒的時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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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分鐘的訓練 終於完成了 大家的狀況還好嗎 那記得運動的過程 要適當的普通水分之外 還有要確定你的動作有標準到位喔 那記得每週的訓練當中 逐步逐步的調整你的訓練強度 我們今天的UA Challenge 我們今天的UA Challenge 項目是我們的風車式平衡大挑戰 教練手上有一雙鞋子 也是我們UA的EPEC第三代 大家在家裡面只要準備一雙合適的室內鞋就可以了 我們今天的挑戰會需要用到它 單本動作上面是跟教練一樣這樣子做 右手能夠完成兩次 左手能夠完成兩次 就是這次 Challenge 成功 那記得把你的照片分享到UA的Bestle的粉專 舊接獲得獎品喔 來看一下教練怎麼做 輕力先握拳 將你的鞋子放到拳頭上面 接下來呢 高舉過頭 慢慢的高舉過頭 讓它貼到你的拳頭多 在這裡呢 你的鞋子都不配掉下來了 記得把你的視線轉移到你的拳頭 好 然後重心呢 原來是右手的關係 我要轉移到我右邊的股部 可以看到我的屁股部推出去了 好 接下來讓我左手延伸出來 然後把我右腳的相反拿 開來站一個T字庫 慢慢的將我的左手順著我的小腿 慢慢的延伸到地板 碰到地板 在這裡你的膝蓋 如果沒有辦法伸直的人 你沒有彎 沒有關係喔 你不一定要伸直 但你的視線應該要保留在你拳頭上面 然後再慢慢的將你的拳頭往上推回來 這樣就完成一次喔 用手能夠完成兩次 左手也要做兩次 也要破圈 將鞋放在你的拳頭上面 待會兒我們會將臀部移到左邊 重心轉移 然後將你的右腳上外打開 一樣把你的拳頭舉上來 在你的耳骨的位置先這樣靠近 然後慢慢的臀部推出去 右手順著你的小腿慢慢摸到地板 在這裡膝蓋可以有關 沒有關係 不要安全伸直 再慢慢推回來 這就是我們這次的UWA College 大家還喜歡今天的課表嗎 別忘了訂閱UWA的YouTube頻道 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是Poge教練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